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11月29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你觉得在人间有可能建立天国吗 让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普报与小山羊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一天 由叶色的树干将生出一个嫩枝 由他的根上将发出一个幼芽 上主的神 智慧和聪明的神 超见和刚毅的神 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将住在他内 他将以敬畏上主为快位 他必不照他眼见的施行审讯 也不按他耳闻的执行判断 他将以正义审讯威贱者 以公理判断世上的谦卑者 以他执行判断者 以他执行判断者 以他唇边的气息 诸杀邪恶者 正义将是他腰间的束带 忠诚将是他斜下的佩戴 柴狼将与羔羊共处 捕豹将与小山羊同宿 牛犊和幼狮一同饲养 一个幼童即可带领他们 母牛和母熊将一起牧放 他们的幼厨将一同扶卧 狮子将与牛一样吃草 吃奶的婴儿将游戏于腹蛇的洞口 断奶的幼童将伸手探入毒蛇的窝血 在我的整个圣山上 再没有谁作恶 也没有谁害人 因为大地充满了对上主的认识 又如海洋满溢海水 到了那一日 叶色的根苗将成为万民的旗帜 列邦必将寻求他 他铸节之地将是辉煌的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伊撒伊亚先知 为我们描述了耶稣为王时 天国的模样 豺狼将与羔羊共处 苦豹将与小山羊同素 牛犊和幼狮一同饲养 一个幼童即可带领他们 显然 在天国里 掠食者肉食的本能得到转化 让他们和猎物能和谐共处 除了强者的本性被转化 弱者和强者间的关系也被转化 因为他们不再惧怕强者 能自由勇敢地和强者互动 在天国里 一切暴力凶狠结束了 相继而来的是和谐和共处 这是多么惊人的画面啊 这样的天国 在人间是可能的吗 还是只有在天堂实现 然而 身为基督徒 我们相信 天主的国度已经来临 耶稣降生成人 就是为了要教导我们 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 建立天国 在生活中 有时候我们是强者 因为我们有权力 有知识 能力 关系 耶稣没有要我们放弃这一切 但他邀请我们 不要滥用我们的强项 去剥夺或伤害他人 相反的 我们应善用资源 去帮助并保护弱者 如果今天我们是弱者 缺乏机会资源等 不要因此自卑 而丧志 或觉得自己就是受害者 而对着比自己有优势的人 愤愤不平 相反的 我们也要让耶稣的平安和信赖 充满我们的心 让耶稣成为我们心中的君王 经文也提到上主的神 赐下智慧 聪明 超贱 刚毅 明达 和敬畏上主的恩宠 今天 就向他祈求你最需要的恩宠 来活出天国吧 请品尝圣言 豺狼将与羔羊共处 苦豹将与小山羊同肃 牛犊和幼狮一同饲养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我今天可以在生活中的哪方面 让耶稣成为王呢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请你让我愿意跟随你 让你成为我生命的君王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利用天主赐予的恩宠 在生活中建立天国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